一场大雪让数百辆汽车发生连续碰撞 经济损失不计其数 十万生命更是因交通事故悄然而逝 恶劣天气则是重要原因 每年的十月份开始 东北地区就已下起额毛大雪 泡泡的积雪对于人们的出行和交通安全造成巨大威胁 环卫工人经常半夜就早早的起床进行扫雪作业 长时间劳作的辛苦和气温骤降 导致很多环卫工人的身体出现冻伤等情况 哈尔滨的刘大哥也是十几年的老皇位 深知其中的辛苦 他决定利用自己的闲暇时光 发明一款扫雪装备 扫雪摩托车就应运而生 全个有用扫雪摩托车 扫雪摩托车采用发动机为机器提供动能 通过另条缠动 载动前方的螺旋扫雪刷 螺旋扫雪刷高速运转 从而达到扫雪的目的 机器前方之所以使用螺旋扫雪刷 是因为横向的刷子是垂直的向下作用力 会导致机器前方有大量的积雪出现 甚至会直接扬到操作者的身上 而螺旋扫雪刷刷则可以根据受力的方向 向两侧扫动 机器还可以实现多功能的使用 不仅可以扫雪 还可以实现铲雪和洋雪等 从而使机器适应多种状况 一台机器可以抵30个工人同时作业 1000平方米的作业范围只需要5分钟 机器后方增加储水系统 不仅能增加车子的重量 加大车子在雪地的摩擦力 还能在闲暇时光进行扫水洒露液的作用 可谓是实现一击作用 刘大哥发明的扫雪摩托车 填补了小型扫雪车的空白 可以照顾到城市或乡村的各个角落 更方便工人操作 守护一方平安 冬天即将来临 出行注意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